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進展 自從國會大樓發生了不愉快的示威活動以後 特朗普的政敵就掌握了這個機會 不斷地去腦鬱特朗普 指控他煽動場外的民眾衝進國會大樓 進而向特朗普落井下石 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 特朗普在結束他第一屆總統任期以後 也難免會遭到來自他的政敵所發動的政治清算 除此之外他身邊的幕僚和官員 也紛紛跳船割蓆自保 其中一人就是運輸部長趙小蘭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一句說話就是這樣說 對敵人的仁慈 等同於對自己的殘忍 這句說話可以說是體現在特朗普身上 特朗普一向都是擇心人口 不願意見到生靈塗炭 於是即使到今時今日 他從來沒有啟用過任何的 非常手段 來嘗試解決這個選後爭議 在今次的事件當中 特朗普的優點 也正正成為了他的弱點 目前的情況 都可以說是大局已定 他翻盤的機會 已經是微乎其微 接近零 於是他那些政敵 就紛紛向他動手 很多人就借著民眾衝入國會大樓這件事 作為撤入點 將特朗普妖魔化成為一個煽動叛亂的人 其中一個就是民主黨籍的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就宣稱 說特朗普已經是犯下了煽動叛亂罪 並且斥責特朗普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不應該繼續擔任總統的職務 佩洛西就呼籲 是要立即援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 將特朗普罷免 否則國會就將會尋求再次彈劾特朗普 他又用恐怖份子來形容那些衝入國會大樓的示威者 實情這件事就可以反映到佩洛西和民主黨人 以及很多左翼的評論員那種雙重標準 平心而論 昨天在國會大樓所發生的示威活動 那種所謂的暴力程度 比去年出現那種Antifa組織 或者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所搞出來的各地的騷擾 根本上就是小無見大無 去年發生席捲全美的動亂 打窄搶燒什麼都齊 那為什麼那時候這班傢伙不出來譴責 Antifa組織或者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 反過來還要是慫恿這班人繼續去做 或者就是無視他們這種行為 衝入商店搶劫的又有 打爛了商店的廚窗又有 什麼都齊 現在這班傢伙就偽善地走出來譴責示威者 然後再把這個罪名嫁禍在特朗普身上 實情特朗普只不過是發動 在國會外邊的空地 進行和平的集會 而特朗普過去一段長時間以來 他都是強調law and order 即是法治與秩序 至今他仍然不變 只不過 當他召集了群眾在這個空地集會 而這個集會完結之後 有人繼續來 無論是被煽動也好 或者是自發地也好 衝進了國會大樓進行示威 有千百個原因在背後 可能他們覺得這個國會彰顯不了他們的民意 又或者他們已經嘗試過所有正常合法的申訴途徑 只不過這些途徑完全被倒截 沒有辦法伸張公義 於是他們就作出這些行為 只不過他們這個行為 背後是不是純粹為了個人的利益 顯然就不是 大家都有眼看 這麼多片段拍著這班示威者 衝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進行過任何大規模的破壞 又或者是沒有搶東西 偷東西 是沒有這些情況發生的 而在驅趕了這班示威者出國會大樓以後 國會聯席會議也很快可以順利復會 所以 根本上這班示威群眾的影響就是微乎其微 只不過拖延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現在全國上下 似乎對於這班示威者 作出了很大的譴責 包括有些外國的元首也是譴責 問題就是 譴責這班示威者 都算數了不要緊的 每人的看法不同 問題就是你把示威拉到特朗普的頭上 然後就將兩者緊密扣連起來 甚至乎 整個政界、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高度配合 明明特朗普眼見有一班民眾 開始衝進去國會大樓的時候 他已經緊急發佈了一條片段 就是呼籲他所有的支持者離開這一個地方 要和平地散去 要安全地回家 但是這條片 首先就是 Facebook和Twitter都把他刪除了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完全不去報導 然後整班政棍政客 就開始妖魔化特朗普 就說是特朗普煽動民眾衝進國會 這些完全是不公穩的評論 也反映不了事實的真相 但是民主黨人 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就用了這一種說法 繼而他們現在就要求 援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 將特朗普罷免 當然彭斯已經是否定了這個做法 彭斯就說他不會配合民主黨這樣做 於是民主黨人就說 尋求再次彈劾特朗普 目前特朗普的總統任期 就去到1月20日才結束 現在剩下十幾天的時間 這些民主黨人都不放過這個機會 想把特朗普罷了 他不想特朗普可以 好來好去 不讓你和平地下台 他就是要把你罷了 事實上 彈劾美國總統是需要一個怎樣的程序 就需要在眾議院裡面過半數通過 這個很容易達標 因為民主黨就是過半數的 上一次彈劾特朗普 眾議院也能過 去到參議院又怎樣呢 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即是67位的參議員 現在民主黨在參議院裡面已經有50個議員 只要是多17個共和黨籍 的叛徒加入 就已經成功彈劾得到了 而我相信如果這個彈劾程序真的啟動的時候 特朗普也有很大機會 被彈劾得到 因為現在共和黨 大家看到 完全是處於一種 不團結的狀態 是分崩離戚的 有17名叛徒一點都不奇怪 至少你昨天大家看到 有多少人是願意堅守公義和良知的原則去發聲 寥寥可數 所以他們趁著現在這個機會和特朗普割席一點都不奇怪 故此一旦民主黨真的啟動彈劾程序的話 特朗普也會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危機 當然特朗普在過去的四年 其實也算是樹敵太多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很偉大的總統 他絕對是的 只不過 他在執行美國優先這個政策的時候 其實就是 開聚了很多的既得利益集團 即是所謂的深層政府 現在很多人說的 但是 這些所謂的深層政府一點都不深層 個個都已經刮頭 比如說那些科企的老闆 又或者是這個 華爾街等等 你有什麼深層不深層 全部都是這班人 只不過 在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民主黨就跟這班人合作無間 可以說得上利益共同體 但是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的時候 使得這班人的利益受損 反過來 美國優先是使得哪些人受惠 比如說美國的基層民眾 農民 工人 工人階級 擴工等等 這些人是受惠的 其實受惠的人數又不少 是很多 之不過 由於這班人 是很基礎的民眾 他就無權無勢 在目前現在這個關鍵時刻 就很難幫得上特朗普 最多就像昨天 坐車或者乘飛機 去到華盛頓出席集會 就是這麼多 但是在這個政府內部 或者是在政界裏面 不妥特朗普的人 我相信是超過一半有得 大家現在都有眼見 因為特朗普正正就是 損害了這班人的利益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 就很吊詭 明明特朗普就有很堅實的民意基礎 而他的美國優先政策 也是幫助到很多的基層民眾 但是偏偏這班人的聲音 無論在國會內 或者在主流媒體內 都是反映不到這班人的聲音 因為故意被壓低了 反過來就是 政界裏面有很多人 由於受到那個所謂深層政府 也是背後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班人根本上就沒有幫到那些基層民眾發聲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明明是有七千多萬張的選票 拜登號稱有八千多萬張 其實都可以說是旗鼓相當 為什麼在國會內 願意為特朗普發聲的人 是這麼少呢 願意為公義和原則發聲的人 是這麼少呢 完全是不對等的 大家看到是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那些既得利益者 根本上就不需要收買你那七千多萬人 他只要運用得到自身的力量 來影響那班國會議員和身邊的幕僚 就已經搞定了 至於主流媒體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亦發揮了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就是把這個國會大樓的示威活動 無限地放大 反過來的就是 在去年發生席捲全美的示威活動 難道那種暴力程度 是會低過昨天所發生的那件事嗎 絕對不會的 而最令人反感的就是主流媒體的那種雙重標準 明明在去年發生的那些示威活動 就是非常之暴力的 打紮搶銷什麼都齊 但是他們竟然間就要把那個矛頭指向特朗普 他們就不會譴責去年出來的 Black Lives Matter或者Antifa的示威者 反而就要把矛頭指向特朗普 這次國會大樓發生了示威活動 他們又是把矛頭指向特朗普 即是說無論特朗普做什麼都好 千錯萬錯都是他的錯 那麼你的主流媒體究竟怎樣來判斷是非 你究竟那個價值觀在哪裡 還是純粹是為政治服務 向民主黨向拜登傾斜 大家是有眼見的 還有一件事 對特朗普趕盡殺絕 其實有很大的反效果 為什麼呢 始終特朗普的七千多萬票 這些票數完全是堅實的 是真實的 現在只是沒有那麼多民眾能夠發聲 但是這就等同於埋藏了一個計時炸彈 遲早都是會爆一鍋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群民眾就不會服你拜登和服你民主黨 就算讓你上得到台 這群人長期不服氣 長期對你有一個嚴隙的時候 遲早有一鍋東西 就是一個導火線又會再爆發 現在只不過是你叫做壓得住這群人 你叫做上得到台 那怎麼辦呢 這群人調戲都是不會順的 他都是不會服你的管治的 再加上一點就是 拜登你本身有什麼政治魅力呢 你被人推舉上去 純粹就是因為隨便找一個人 來趕特朗普下台 你根本就是一個叫做反特朗普的共主 而當特朗普被剷除了以後 他都準備已經是任期結束了 讓你上去的時候 根本上你背後的利益團體 不是一樣是分崩離車 基本上你現在未上台 就已經開始有這個跡象 比如說一直撐你那個 所謂Black Lives Matter的頭目 多次說要求 你要見他的 要求你是答應他某些 政治要求 你都不見他 是不是 他於是乎 就已經在網絡上 鬼殺禁嘈 除此之外 民主黨內也有一些極左的派系 那些傢伙也是不服你的 民主黨內也不是叫做鐵板一塊 當最大的敵人被你剷除了以後 其實你本人也是駕馭不了那麼多的派系 大家就有眼看下去 那些整天吹噓兩黨共識 或者是吹噓拜登那些人 遲早香港人就要向這些人問責 為什麼呢 民主黨現在已經全面執政了 控制了整個參議院和眾議院 你要過什麼法例 全部都可以通過 大家看看他 怎樣做 通過完法例之後 拜登怎樣去執行行政當局 這些事情 日久見人心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